字幕提供 一來就欠我,1、2、3 你沒有欠我,你… 總有一個是最後拿的 我們這次有一個… 任務的 有獎的 公公李美麗 這麼早就搶了 夾公李美麗? 獎金牡獎遊戲 所以我才搶得這麼興奮 對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甚麼 夾心 總之怎樣玩?就是夾餅 夾到最高 答到最高為止 但我們每次做一次 就要說一件夾心的東西 漢堡包 夾仔餅 乳豬 北京甜的 夾心餅 麥芽糖梳打餅 蔥油餅 威花餅 威花餅 Napoleon 千層蛋糕 黑森林 好 三文遲 怎麼搞的 你也沒有黏著 好,你… 不用了,直接說做甚麼 大器梅坑是最高的 不如這樣吧,我們開來看誰有用 看看是甚麼 阿祖,我適合你 這是甚麼 但那名太子 這是一堆蛋糕 這間餅是好吃的 我不知道,我吃完後就告訴你 我還沒吃過 你剛才看到麵包就推給他吃 對… 金虎頭的故事又來了 對… 不要浪費東西 對,我們吃完後就吃了 我先去吃吃,對嗎 吃甚麼 拿點紙餅 夾心 是 為何你會想起做夾心的題目 因為我覺得… 在公司工作夾心的人很辛苦嗎 要慎了,對吧 沒甚麼 給你一個新訴大會 我真的… 即是你… 我都說是 你其實是食物鏈的高層 高層 我經常夾在同事中間 很委屈 其實我們不算是同事 最多我們稱為拍檔 同事就是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一起瘦身的 瘦身的才是同事 你是誰的同事 你這樣對你… 那你說出來,你開名 讓我幫你一起攻心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所謂同事 都有不同體脈 就是自己思考 對… 說起這件事 其實做藝人經常會有這些夾心的情況 可以簽個名字嗎 這個時候經理人便說 別拍… 好… 不好意思… 說著… 說著… 所以到底中間人… 中間人是經理人還是藝人 有時候我們做夾心 我們的夾心就是 到底是否拍得好 以及到底是離開 經理人的夾心位是哪裡 下一件事不像 但這件事又有粉絲想拍照 變成了兩男位 他其實也是另一個夾心 所以我說兩位都有機會 做夾心的原因就是這樣 好,這裡所有都是夾心 這是墨西哥式的 是 這隻是港式的 港式 那隻是上海菜的 北京色 北京色… 京色… 其實感覺有點像北京田納的類似 類似,但最棒的地方是蜜糖香味 然後夾一塊像響鈴的腐皮 吃的時候… 很久沒吃 如果有蜜糖 不是,那裡頭 留著很香 挺好吃 叫他們買,這個我還沒吃過 甲仔餅是用了菜脯腐乳… 辣椒 去做出來的 我想試試這個配搭是怎樣的 我看起來是不開胃的 其實這個配搭 先試試吧 怎樣 很好吃 我沒吃過,我上網看到這個配搭 很好吃 我看到那些人寫,就說 想不到有多好吃 我才叫他們買 菜脯挺辣,不是開玩笑 可以每人多吃一點 還有甚麼夾心的食物 是你們很掛念的 其實我很掛念一個雪糕蛋糕 我知道哪一隻 這樣扭紋扭紋的表面 很多就…不是那個嗎 對 意大利的 你說的是中間的脆雪糕 然後… 對… 你不是說那個嗎 我覺得不好吃 我說的是海綿蛋糕面 中間有一圈紅色的醬 然後有個黃色的雪糕在中間 樣子是怎樣的,可否看… 可否真的想看 對 這個… 我知道哪個了 我沒吃過 我知道哪個了 這就是童年不幸福 因為有些頑皮的小朋友 才沒有吃東西 我小時候很乖 所以我經常吃 我童年吃 是吃薄荷朱古力的夾心 我知道,是意大利的 那隻是綠色包裝紙嗎 很累,一人小句 一試鬼蛋 對,那些 而且我小時候 經常吃檸檬夾心餅 很頑皮的小朋友才有 只是吃檸檬夾心餅 我媽媽在我頑皮的時候 是不讓我吃東西 好,兩位小朋友一人小句,好嗎 怪不得有檸檬夾心餅吃 好,兩位都很乖 你吃甚麼 你吃甚麼 盡著反彈,沒有回頭 再反彈… 反彈… 安全… 老師 我很累 這是Taco 好吃嗎 好 不,你的皮已經軟了 好吃… 你這個人渣 看到我,你這個人渣 你知道我渣 哪有這樣的拍檔 對 還要看見我真的吞著,沒事了 真的有很多東西才會拿抄 我有點陰影,不太敢再吃這塊東西 去過一間,又是吃這些餅 裡面的雞是未熟的 其實最容易出現夾心的情況 在哪裡 你又認識情侶,他們分手 分手 一個想找你聊,另一個想找你聊 你又覺得這件事 好像你可以做中間人去調停的事 但你又不知道說多少 你又不知道應該聽多少 是 這也是尷尬的 我們先說一下 拍拖的時候 你另一半跟你媽媽的想法是甚麼 你選擇公道,你出聲吧 可以… 你會跟媽媽說嗎 對,你會說可以,你會說嗎 我也未必會說 當然不會 對,我覺得這件事避得一時 避不了一輩子 對,很困難… 即是你做得夾心就預料了 甚麼關係你都預料了做夾心 很簡單,你都沒有情侶 你們倆吵架 現在節目有照片拍攝 例如一有空,你就會說 阿祖,甚麼… 然後你就會說Helie,乖 那你做中間人,你會怎樣 不聽… 我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的心態是… 我也希望你們有一天會成為朋友 我不會想這件事 如果你說我自己 我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有時有些人 緣分回來就回來 緣分盡了 你不可以勉強 對,那當然 所以我會不想這個期望 但你也不要叫我傳話給他 你也不要叫我… 我也不用你傳話給他 對,我也不用… 你可以照顧,我當作聽完 那我就算了 但我不可以,我很怕做傳話的事 因為傳話,我的語氣 跟你說的其實也不一樣 因為他誤會了 可能因為我本身也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我一定不會做傳話的事 所以遇上這些事 我也不會讓別人說 你幫我告訴他 他有時不是說明給你,是傳話 對… 是他,這樣… 我們不相信 我便會聽說 這是你的版本 對… 可以聽他的版本 你想想我的劇團 只有三個人 對,三個人總會吵架 總有一個是甲心 總有一個是甲心 是 一定會 是 因為創作,大家一起… 整件事是大家一個負責計算 一個負責看成品 一個負責… 我已經在這間負責計算 我已經在這間負責計算 整件事一定會吵架 總之很少… 其實未曾經三個人一起吵架 總之有一個看見不對勁 他便會移到一個位置 我自己放進甲心位置 不然現在會鑊熟 這是主動放進甲心位置 有時可以避免 沒錯… 當然大家也要… 有相當的默契和相當 對… 相當的信任才能做到 要互相幫忙 就會有這種情況 另外我們剛才提到的是情侶分手 這個… 那些真的幫不了 這些真是緣分 對 我曾經試過的情況是 因為那位女生認識過她的另一半 後來她們分析了 你跟她的另一半在一起嗎 沒有… 我跟她的另一半變成了很好的朋友 好像變成家庭一樣,很親密 很曖昧 今天… 沒有,因為不像,像兄妹 所以其實那件事沒有人懷疑 兄妹這兩個字已經是一件曖昧的事 沒有人懷疑就行了 為何經常都覺得那些兄妹 一定是有事的 不一定要有事,但沒有人懷疑就行了 沒有 真的沒有,真的沒有 當然說沒有 不是懷疑 有,我會說 也不用說 我相信你… 行了… 好,如果要你歸邊,我會怎樣選擇 關閉事 你喜歡怎樣選擇 對,你散開,你便散開 所以不算是做夾心人,是嗎 我試過做的 譬如我跟這個男生很友善 但我知道了其實她有另一位 我的… 你認識她的另一半 我認識她的另一半,而且友善 是 這些就比較辛苦 這些真是尷尬 我聽過這些 放在棺材 我聽過這些… 她又很相信你,然後跟你說完 她不是說完,出來見面 我的朋友也是這樣 對 也是這個案件 見面嗎?她的心態是甚麼 沒有很隨便的 大家是朋友,即是吃飯 即是出來玩,那人很好玩 她有否跟你們在私底下說 其實跟舊那個差不多完結 不會說的 不會說這些 因為知道她的另一半… 真實,我沒試過 這個案件完全沒試過 因為她知道你也會跟她的另一半 友善 不會提及… 但當這些情況出現 兩個人都很友善的時候 是最尷尬的 問我最接近的女生朋友 如果有一天我知道你另一半 那你想我告訴你嗎 還是我應該當看不到等你 因為如果你婚姻很美滿 或者很幸福 我應該不要說 可能是為你更好 她說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一定要知道 如果是你的話 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會很生氣 我會… 我可能在玩的過程中 可能會滲一滲給這位朋友 怎樣?弄得這麼混亂 可能我也會說一句 我有件事是關於80後的 你沒理由90後 你說你是80嗎 對 其實這條數不用計算 我待會說出來的那件事 如果有甚麼可以侵犯兩位 就是不好意思 當小朋友亂說話 不要擺心 很長,待會再說 我買了一個很大的關子 但其實那件事是一個笑料 但這件事挺黑心 你們作為80後 可能會聽到很差勁的 你記得有一段時間 80後這個字是一個貶義的詞嗎 我真的不記得 對,貶甚麼 我不會覺得80後是貶義的 對,我也不會 因為她說70後那些人 又看不起80後 因為70後那些人 其實他們是努力的那群 然後80後… 80後不努力嗎 你先聽聽 他們這樣說 譬如60後、70後 是建立那件事的 80後就是… 收成嗎 對,收成的 然後呢 不用擔心,請 繼續跟著… 沒有,然後那個貶子就是這樣 90後和2000後 他們又會覺得 其實他們已經過了 香港經濟最好的時間 你真的不能說 80年代香港的經濟 真是最好的 對,無論如何,對不起 不重要… 太深入了… 太深入了算 你想說的話 我有一個朋友 那次談論這件事 然後他很捍衛80後的所有尊嚴 他就這樣說 跟你們一樣,很抵抗的 好嗎 我沒有 我沒有 這些就是抵抗的 對嗎 沒有 然後他的車上貼了一張貼紙 寫著80後 年紀的智慧 但那個智慧是穿錯字的 猜猜 大家都80後,你也相差不來,對嗎 你沒有說話嗎 沒有 如果一直都沒有人說 為何那個要是我 沒有 可能他沒有欣賞你 對,真的 80後最喜歡人家指證 你說吧,我們有甚麼問題 是嗎 甚麼 我們不抵抗的 說得了 我們一定會接受 虛心 不如我們開一集即場欺凌,好嗎 甚麼欺凌 說那句話 我們只是直接 開放 開放 80後就這樣吧 Jacko 我…我不懂得跟80後做拍檔 是你說要… 你拍檔了四年 你不懂得跟他做拍檔 是你說要說這個80後的話題 你指證他吧 他一定會很開心 對,他會尊重你 馬上尊重 馬上做拍檔 你究竟做甚麼 我想問一下 還是那些 你明明為何80後會生氣 我們這麼虛心地問你 你的態度如何溝通 你看,在工作的那個是我 在吃飯的那個是你們 是嘗試跟70後溝通的人 而我們嘗試分享 對 對 五點多就這樣煮甚麼 還是夾心餅那種 夾心人的東西 辦公室經常都會出院 辦公室 有不同代理,有不同階級 有不同階級 哪些人是最受壓 好像當時有些研究 真的做過 說那些中層階級 他們的壓力可能… 10分又變7.8至8分 經常都覺得很大壓力 高層便會擋他 說你可否叫你的下屬做好些 甚麼… 但下屬可能真的不聽他說 下屬不聽他說 其實他是有權去解僱下屬 應該是吧 對,我不知道他們的層次 如果在這個位置 這個夾心也相對不算難做 剛才阿朗也說 我是夾心人 對 這樣說他自己 衝出來 對 但我很奇怪 阿朗怎樣做夾心 他那個… 我是這麼想的 他的夾心位是… 在街市的大姐和我 Jacko 還有Jacko中間的夾心 Jacko… 不是,我們別說名字了 阿姨 就給他… 子凌… 這樣就叫別說名字了 不是,這條魚 魚檔… 沒有,可否用這隻魚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阿姨 阿姨就說 你問我?我也無法打電話 你打給阿祖吧 那就慘了 阿祖長期不聽電話 然後打電話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阿姨 對,他的電話真的打不通 所以他最後就隨便買了幾條魚 本故事純熟開口 如有淚紅,實熟巧合 你本來今天是否叫他買 士多啤梨乾?我問一下 還是先士多啤梨 還是本來… 是否這裡已經產生了一個磨心 今天買的東西全部適合 全部適合 全部適合 鼓掌聲 好… 你的努力是有回報的 現在很多人都已經對食材了解了 有件事… 你可否稍微說一下你炒了甚麼 棉花糖… 棉花糖加牛油 現在知道了…好,謝謝 這是我親身的見聞 我的排練室的工廈 那個客廳是長期壞的 對… 然後兩架貨升 長期有一架 就會被某幾層 把貨…送貨… 裡面有幾十堆東西 滿臘的 然後長期… 那麼多人都在等一架火鍵 最深刻的夾心人的經歷就是… 我想大約是午餐時間結束了 大家進到火鍵 然後整群大姐圍著你 有一個進去最裡面 有一個在那邊 有一個在你的左邊 他圍著你 他玩環迴立體車 環迴立體車,然後聊天 剛才吃飯了 剛才那個臘腸真的好吃 不是,你去那間便便宜一點 但你便宜一點 不,你聽我說 不斷計劃一堆… 你就是在中間 那個夾心人我真的比死更難受 為何你會站在中間 我想不是他故意站在中間 因為我一樓進去 營車場是一樓 他們在地面進去 他就是環迴立體車 環迴立體車 這個身體夾心人真是厲害 然後我短短的那二十層樓的升降機 我好像經歷了他們的一生 我想問一下 剛才我們剛才有提及過 這個婆媳的問題,對吧 之前我真的看過一個新聞 老公回到家,媽媽在哭 然後老婆也在哭 你主持公道吧… 應該是類似你的環迴立體車 吵到最後,老公也很猛烈 發脾氣,媽媽太害怕,報警 然後三人一起 被警察帶走 他被警察帶走 但有時候夾心人是做出來的 這件事回到一開始的話題 譬如我是一個藝人 你是我的經理人 在外出公開場合之前 已經談好了一件事 外出如果有支持者要拍照的話 你要說不要 我就會把他們帶走這個共識後 外出後,支持者真的找他們拍照 警察首先衝出來 不行…不拍 不要這樣…先拍照… 好嗎?拍照 然後那些支持者就會覺得 藝人真是很好 他們是最糟糕的經理人 你說這個案件 其實也有很慘的情況 我真的有很久以前試過 我沒有告訴他們我不會拍照 另外在工作的現場的人 他們就說不拍… 然後罵我的支持者 其實我也很想發聲 你為何罵他們 但那種很尷尬 你有否像劉德華 劉華那人那麼有型 你為甚麼 放下他 我沒有當下立刻說 但我之後就跟他說 其實不要緊,也不是這麼趕 你為何不斷自己吃 不是,要試味 看看它是否夠甜 因為這個…我不懂得讀那個字 台灣有很多手信 奢字編,然後一個… 脂汁 對… 有一個像劉傑糖一樣 牛汁餅… 我很喜歡吃 我非常喜歡吃 其實很容易做的 只不過是把… 蓮花糖 蓮花糖 加牛油,然後加奶粉 然後加你想要的口味 對,我剛才加了腰果和士多啤梨乾 有些不是加風乾的水果 是加真的乾 例如芒果乾或一些蘑菇乾 蔥花也有 鹹也有 我好像吃過蔥花那種 很好吃 蔥花那種是餅本身有蔥花 是 然後餡料只是牛渣糖 只是牛渣糖 你這個很想嘗 你這個很想嘗 吃了… 芝製牛渣餅 渣糖 餅了… 現在硬了才是那種東西 其實很可怕 吃下去它不太甜 對 這東西肥膩也瘋了 客人應該要加芝蘭粉 吃下去 可以吃就沒計算 不行 我們說到這個… 甲心 甲心餅 說到甲心 他們說其中還有一個甲心 就是乘坐飛機 又感覺到… 三個位置坐中間的位置時 就會辛苦,是否這樣說 我試過坐中間 旁邊是一個美國的肥腦 另一邊的旁邊是另一個美國的肥腦 整天是這樣坐 除了這樣之外,可能後面還有小朋友 還要不停地在後面 每一刻都在那條縫 看到一隻眼睛在那裡 閃靈 還在看著你,在偷看你 另一個很有共鳴的例子 就是甲心階層 即是你窮又不是最窮的人 然後有錢又不是最有錢的人 為何我們空肚說宵 突然會變成這個時事評論節目 是因為你開始說八十後尖 對,好,那… 我們現在開始討論一下 好… 本集的立場… 完全不代表本台的立場 也不是寫者寫的 對 有甚麼事,我們一姐自己一個人 我沒有說過 說了對 甚麼事 這不是一個真論,這是一個結論 下集再見 好,再見